想要學習當一個好爸爸 在廁所首先這個習慣戒掉 Baby出來之後 手不能再有煙窩了 如果可能你老不好就戒掉 溫柔 你說什麼 抱歉你是渣男 我是溫柔小女人 我喜歡被制服 沒有 哈哈哈哈 還是這樣 你是渣男喔 是渣男 怎麼樣的渣男 我看你老婆來了 他挺著大肚子 你都很照顧他 我跟你講 誇了 都會生女的 對 真的耶 我反正在問過 都會生女的 你渣過哪些事情 我幫你評估看看 女兒會不會之後 遇到這些問題 就算花心啊 我超花的 你看我一點就是超花的 所以你同時 就是你開放的關係喔 會啊 我會同時可以喜歡很多女生 都喜歡這不算法 喜歡很多女生就是在 還沒有認定的關係 反正可以喜歡很多人 對啊 所以你是認定關係之後 你還是這樣子嗎 喜歡一個人好累喔 不如喜歡很多人 那你竟然只有一個老婆 不會太無聊 不會啊 因為我現在好好的陪她 這段時間 這段是 孕婦跟嬰兒 最重要的時候 如果這段時間沒有好好陪她 她會有 產後憂鬱症 如果小孩覺得 孕婦能量太多 她生出來她的個性 我會受影響 你好瞭解 你好懂喔 所以這段時間 我要給她很身邊 我常常對著她肚子講話 然後摸她這樣 那你不算渣男嗎 你算很有責任感 你現在有當爸爸的感覺了嗎 一麥麥 一麥麥 因為還在肚子裡啊 現在六七個月了 等她生出來 但是我都會去 聽她的心跳聲 她有時候也會踢一下 踢肚子 摸一下 好可怕 真的 真的 會動 對 在卵巢裡面嗎 在肚子裡面 在子宮裡喔 好可怕喔 在子宮 在牙齒裡面游泳之類的 那你照顧老婆這段期間 你有沒有覺得很辛苦 或者你有沒有想說 在接受那一天的畫面是什麼 其實沒有辛苦 但我反而還喜歡我自己 故意故意有在改變 真的 怎麼說 想要學習當一個好爸爸 不過以前在舊家的時候 我都會在廁所抽煙 但我現在到了新家 我就把在廁所抽煙這個習慣戒這樣 因為你要給她更好的環境 對 我就不想家裡有煙味 然後我自己抽煙味 都到陽台去抽 然後之後我想說 如果嬰兒 蘇生Baby出來之後 手不能再有煙味 如果你好不好就介意 然後開始為民服務 為這個社會服務 讓你小孩有更好的將來 更好的社會 但其實現在 很多事情都是 會先想到小孩 再想到自己 為了她我自己的娛樂費深一點 唉唷 這個好難喔 還是為了她 你就是少要去一些交際的地方是不是 對啊 可以啊 是難道如果結婚 結婚後是有小孩生活 一定會變成這樣嗎 那我的婚姻規劃 你看到一個小孩 跟你長得一模一樣 你就會覺得 他是你的天使 我好難想像這個 怎麼我都不能理解這個 這個感覺啊 那你怎麼想要教育你的小孩 你對於小孩的規劃 我覺得我 我不會怎麼想要教育他 讓他自己有發展 那如果他不想不想念書 就不要念啊 他就找他的興趣 找他專長 哦 搞不好他喜歡修車 哦 搞不好他喜歡音樂啊 搞不好喜歡彈鋼琴 不要去受限他 不要受限他啊 好那如果女生出來之後 他喜歡的心象是女生的話 我覺得OK啊 我們台灣也是同性戀和髮話的國家 呵呵呵 所以你不會排斥這樣子的東西 不會排斥啊 哦 那你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父親耶 謝謝 謝音樂 我希望你 做一個 當場真正的 台灣人 好了 P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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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